哈喽大家好 我是羽毛球出学者薛松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快速有效的单打前三拍发接发战术 就有人会有些疑问了 那什么是发接发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字面意思 发球与接发球 那既有发球去抢的战术 也有接发球去抢的战术 今天可以给大家细细分析 那前三拍又是哪些呢 比如说我是接发球方 扑一排戳球 对方回击一排 我再打的这一拍叫做第三拍 那对于如果你是发球方来说的话 发球是你的第一拍 下一拍的接球 就是接对方的回球 就是你的第三拍 这是前三拍的意思 并不是自己打前三拍 而是自己一拍 对方一拍 这就已经是两拍了 再回到自己手里 这就是第三拍了 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吧 戳杀战术 很多人会觉得可能是靠这一拍杀球来最终得分 但实际上大家忽略了戳球这一拍的重要性 为什么因为大家一般来说都会知道球要旋转 但是并不知道让球要怎么样的旋转 我们正常来说的话球它是有一种翻滚的旋转 还有一种是正常的这个侧弦 那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在戳球的时候 让这个球有侧弦加翻滚 这样的球是不规则的 对方想要回戳就没有机会了 基本上只能放到下手 等这个球的旋转结束以后 从下手往上挑 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球旋转 是创造进攻的第一步 因为你只有旋转了 对方的球才会从下往上挑 你就有更多的空间去突击 同时对方防守压力就会更大